為自己加薪不是句口號 上班族與其被動盼望年終獎金 不如自己開拓財富累積的機會 改變永遠不嫌晚安 要投資也要會投資 看懂資金邏輯就是看見財富 歡迎收聽真投資 歡迎收聽真投資 我是主持人德瑜 趕緊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產業專家 莫爾投顧的鍾坤真老師 老師好 德瑜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我現在心情很緊張 怎麼會 因為今天晚上的8點半 美國就要公佈8月份的 消費者物價級數CPI了 目前大家對它的預估 因為之前是從9.1降到8.5 8.5 8.3 然後現在大家就在想說 會不會繼續的往下降 看到7字頭 還是有可能又往上彈呢 這個會不會就是 今天台北股市有一點開高走低 大家持續在觀望的一個原因嗎 今天的台北股市其實很無聊 那德瑜也不用緊張 所有聽眾朋友也不用緊張 為什麼 因為今晚的CPI也不會到太好 真的喔 反正它也不會有什麼驚喜啦 就是這個樣子 應該還是在相對的高檔吧 相對高檔 就像是我在之前一直提過 CPI它就算是小幅度的下滑個 零點幾趴 這根本就不痛不癢 對於說聯準會主席 包吾它的目標 還差一段非常非常遠的距離 而且它都已經極度的鷹派了 對 所以其實今晚的CPI 我可以直接講 不會到太漂亮 那一直到下週 即將要公佈的升息碼數 大概三碼大概是確定的 目前 FedWatch上面大概就是六七成都覺得 應該會升息三碼啦 對 重點是這些負面消息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其實只要利空它提前反應過 它就不叫做利空 喔 因為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如果說知道 那股票市場有反應過 其實這些消息出來 根本就是不痛不癢 就是說 今晚的CPI 預計是不會到太漂亮 下週的升息碼數 預計也是升息三碼左右 但是這些負面消息 在上週 都已經反應在強勢的美元 弱勢的新台幣 以及台股上 否則你去想 上週台股前兩週 為什麼會跌前點 因為新台幣太弱 對 台幣為什麼會這麼弱 因為美元太強了 那美元為什麼會強 因為Fed升息喔 對 因為美元它在反應 Fed升息 所以這個就是 一連串的股牌效應啊 就是說 市場上已經提前反應過 聯準會會升息三碼 那CPI應該是這樣講 市場已經提前反應 CPI不會到太好 所以它會再去反應到 聯準會會升息三碼 那既然聯準會會升息三碼 美元就會強勢 所以美元它在前兩週 提前走強 美元走強 又壓抑到新台幣 新台幣的弱勢 又壓抑到加權指數 所以加權指數 在前一週才會跌前點 老師如果沒有你怎麼辦啊 你看你簡簡單單 輕輕鬆鬆的這樣子 就破解了我們的迷思 所以我們在擔心什麼 應該要跟著你一起來 找好股票的買點才是啊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在股票市場嘛 那就是很多東西 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它就是一個 聯動的關係而已 對那我覺得真正的專業 就是要去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對所以在我的兩大平台 Lighter跟Telegram裡面全部都有 這樣子的邏輯跟概念 對你先加入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大概是 整個股票市場會是 到底是怎麼樣 對不會用什麼很艱難的 數據啦 專有名詞去跟你解釋 就是直接告訴你說 它的聯動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你看喔 我們與其擔心這麼多 然後剛剛昆臻老師呢 透過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分析 就告訴我們 原來美元台幣台股之間 環環相扣的一個關係 對就是說其實整個地球啦 就是說整個地球 股市債市跟匯市 它是環環相扣的東西 債市好它會壓抑到匯市 會壓抑到股市 股市好它會壓抑到債市 跟匯市的資金 所以老師這就是你在講的一個 這個被動式的資金挪移 對不對 講到這邊就好 再講下去大家可能要睡著 好的 因為這個東西很堅塞啦 那總之 不管怎麼樣 跟著你就對了啦 對跟著我就對了 直接來電就對了 好那就是說 CPI不管怎麼樣 那只要說CPI它不會到太好 CPI不佳 升息三碼 如果說真的開出來是這個樣子 這叫做符合預期 不出意外 不出意外 對那既然是符合預期 指數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那就是個股表現 就是小漲 指數小漲 那如果說 好 開出來CPI很漂亮 低於8% 那或是說升息的碼數 低於3碼以下 升個2碼 對 這叫做優於預期 那既然是優於預期 指數就是百花齊放 慶祝行情 所以其實你用這樣的邏輯來去看 因為市場上已經把最壞的情況提前反應 所以最壞的情況出來 就是符合預期小漲 對 那如果說出來的狀況 數據非常非常的好 優於預期大漲 這個就如同老師 在大家最近卡位佈局的很多股票 事前反應的這些利空 都已經跌無可跌了 對 所以其實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那應該說接下來的兩週 因為說在今天會有CPI 下週會有聯組會的升息 對 大家可能會擔心 但是其實 結果出來都一樣 要馬小漲 要馬大漲 對 就這兩個結果 所以既然是這兩個結果 我們當然要利用這個 因為說這個時間點 市場比較偏向是觀望 對 今天成交量就亮縮了 那亮縮的環境之下 我們反而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下去布局股票 對 來做划算的買賣 老師 這真的很划算 就是說以整個總經面來講 指數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分析的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說以個股來講 個股更不用講了 我們在上週一直強調 很多的股票 雖然說在下半年 它會有庫存的壓力 它會有終端需求下滑的影響 甚至是砍單的問題 但是這些利空 全部都已經反映在了 上半年的股價上 都已經輕跌了 對 否則為什麼說上半年 一大堆的股票 動輒都是跌個五成六成 直接腰斬了 對 它也不是在跌身體健康 它就是在跌未來 事前反映這些利空 對 它就是在事前 反映這些利空 所以其實在這當前的盤面 它是一個名副起始的 一漲難跌 那既然是一漲難跌 現在買股票 就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 真的耶 老師 當初你講說很划算的買賣 我還想說有多划算 後來看到這一兩個禮拜 老師的操作啊 我覺得非常划算 對 其實說這個划算 因為說大家進到股票市場 其實或多或少 都會怕擔心說下跌 或怎麼樣 會不會追高啊 對 那所謂的划算 就是下跌空間有限 但是上檔的想像空間是無窮 對 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買 頂多頂多 最壞的情況 我們就是損失下單的手續費 那20塊吧 目前 對 我們付出的成本 叫做下單手續費 但是我們可能會出現的獲利 叫做20%到30%的獲利 這樣子太划算了 我覺得這個買賣我做了 如果你把它想像成買樂透 你就是花個二三十塊 那去 百萬千萬 對 去跟他 算是說跟他去 壓一個買一個 兩到三根漲停板的機會 哇 這個當然要跟喔 對 就是很划算 對 所以其實包含像是 3661的市新 我們一路從700元上下操作上來 那其實市新當時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我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當時的市新跌破800元 那我有特別公開講 跌破800元以下勝率9.9 對 那時候我們還講說 他其實就是基本上穩贏不輸啦 對 就是說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時我還有親筆寫在我們的字卡上面 就是我的筆跡 對 就是說勝率高達9.9% 幾乎是很難輸的一個價位 對 那今天你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 裡面都會有這些相關的訊息 都可以了解到老師 這樣一個操作的策略跟脈絡 對 裡面全部都是錢 好 那所以說 事先我們從700元 我們這樣合計共操作了三趟 對 而且這三趟 我們幾乎是半公開在操作 都是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的 對 當然一定是我們的會員先買 但是我們買完之後 我們有告訴所有的聽眾朋友 我們的成本在哪裡 所以如果你是聽我們的節目 或是加入昆蓁老師 Light at Telegram頻道 也一樣恭喜大家都賺到囉 對 我們吃肉 大家喝湯 對 而且還可以吃到一點點肉片 對 因為真的賺很多欸 對 好 那366的事情 我們從不到700元 第一次買進是700以下 是 700以下 那我們第一次操作 是賣在800以上 對 先賣一趟 那接著隔兩天 它跌到了775元 我們又買一次 我們又再買一次 那拉到了870元以上 我們再獲利一趟 舒服 對 那隔一天 它相對強勢 到了880元左右 我們再重新進場去買 再追它 不算追 對 再去買它 對 那今天最高 又來到了973元 喔 老師 又快要100塊了欸 對 又快要100塊 因為我們第一次賺100 那第二次 我們賺95到100 對 第三次又快100 對 今天973 差7元 差7塊錢又是100塊 老師你都是100 100賺欸 對 10萬 10萬賺 對啊 一張喔 親愛的聽眾朋友 我們現在講的是 一張就是10萬塊喔 而且 短短幾天的操作而已欸 其實這個操作真的不長 我們一趟就是10萬 對 多賺個幾趟 我們的頭期款又有了 欸 就是什麼高雄美術館啦 台中七期啦 或者是這個信義區啊 內湖的豪宅區也可以喔 對 所以其實 智興它就是很標準 它的位階也夠低 因為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因為說它去年掉了天津飛騰 那它在今年天津飛騰的訂單 有沒有補上來 這我們不確定 因為公司沒有名獎 那先不管它 對 但是就算不包含天津飛騰 四星的EPS都有30元左右 喔 那30元左右的EPS 對比一檔IPC制裁 本益比30倍出頭 太委屈了 對 對 就是說不到千元都太委屈 那如果說 有加上飛騰的話 保守35到36起跳 嗯 不到千元都是便宜的價位 那就更委屈了 對 就更委屈 比它現在的股價更委屈了 所以我們這樣一路操作上來 光是一檔四星 我們就賺了大約是40%以上 好吧 對 這就是 很難輸的股票 就是說 它下跌空間有限 但是上檔的想像空間是無窮 對 所以一定要利用說 在這幾天 成交量比較萎縮的情況下 提前去佈局接下來 利空出境之後 會大漲的股票 好 到底還有哪些是 一漲難跌的股票呢 世新短短幾天 三次操作 我們就獲利了 達到了40% 也就是四成以上 一張幾乎都是 10萬塊 10萬塊這樣賺進來 還有哪些好標的 趕快跟上 坤珍老師的腳步 0800的專線 或者是直接加入 坤珍老師兩大免費平台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繼續回到 節目現場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出鼓勵飽滿的 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 有機白米 糙米 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 四包660元 立即上 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多數個股已經在上半年 反映了產業利空 現在是跌無可跌 只剩上漲一條路了 坤珍老師帶大家 布局的同心店 GIS 上週不管什麼價位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這個星期 我們還有新黑馬 隨時進場 速播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坤珍老師 免費的LINE群組 小老鼠V178 小老鼠WE178 坤珍老師帶你一起發 繼續回到我們 真投資的節目現場 我們跟著產業專家 摩爾投顧的 中坤珍老師 其實持股的檔數不多 但是我們鎖定之後 來回的操作 這個獲利就非常的多 老師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股票市場 其實大家的想法都一樣 大家的目的都是要賺錢 對 那既然是賺錢 手段有很多 你說每天追漲停板 這也是一個手段 可是這樣會不會太累啊 太累 那可能也不見得適合每個人 那我的想法很簡單 針對特定的幾檔股票 我們去做非常非常深入的研究 它的位階在哪裡 它的EPS怎麼樣 未來的獲利怎麼樣 把它研究透徹 光是一檔我們來回操作 其實就賺了非常多 你去看 光是四星一檔股票 來回這樣做 40到50% 就四到五根漲停板 很棒耶 對 就是在同一檔股票上面 我們就是刮到了 四到五根漲停板 而且我算一下時間老師 你這樣total三趟四星 也差不多就是兩個禮拜多而已 對 其實就是說 好 同一頭牛 我們去扒三層皮 其實會比你去找好幾頭牛 還要來的容易 所以等於你從牛舌 吃到牛排 吃到牛小排 還吃到橫隔膜的意思嗎 對 類似這樣的感覺 不用說 好 我們吃完牛舌 想去吃橫隔膜 我們又去找下一頭牛 不需要這樣 那同一頭牛就有啦 好 我們是 股市節目 投資節目 不過真的 有聽眾朋友 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朋友啦 他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研究 一檔股票的成本 到底在哪裡 去做深入的研究 我說 你怎麼這麼傻啦 你就加入 昆蓁老師的Light 8跟Telegram 你給他做就好了 你就跟著他就好啦 對 因為說其實 每一間公司未來的EPS 才有價值 那未來的EPS 我們一定是要是實地去訪問 對 所以這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難度是比較高 你要那麼高水啦 要那麼煩惱啦 你就加給昆蓁老師就好了 對 所以你可以直接來電 或直接私訊 直接加入我們的兩大平台 都可以 對 那包含像是 六六七一的同心店也是 因為說 今天成交量有一點小 那整個市場上又偏向觀望氣氛 所以同心店很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我們還是賺錢狀態 對 所以你去看 上週在200元以下 同心店你隨便買 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市價單隨便你敲 對啦 我最記得老師講這句話說 你市價單隨便敲 他量大的股票 好進好出啊 對 因為我覺得 做股票其實 不用說到這麼的累 就是說 一定要鎖到某一個價位 那一定要去掛價 等等他成交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說 把一檔股票 它的價值評估出來 那在這個價值以下 你就隨便你買 就市價單就敲啦 對 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就很輕鬆啊 所以像是六六七的同心店 在上週因為說 台幣的問題跌到200元以下 那今天最高又拉到了214.5 你看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又是14.5元 這樣的一個進帳 對 而且200以下 我們是抓個大概 對 我們有先買到 我們用200去算的話 就14.5元 但有人買的比200還低 有到192193都有 賺更多 恭喜大家 對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就是說 他下跌空間非常的有限 但上檔的想像空間是無窮 沒錯 這非常划算 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也是 他今天雖然有一點開高走低 但是140元上下小幅度的震盪 他的空間 向下的空間極低 而且我們都是還持續的獲利當中 對 非常非常低 那這類型的股票就是說 最差最差的情況 頂多就是不動 對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做股票嘛 那如果你先把最壞的狀況 先預想出來 那其實你買股票 你會敢買也敢爆 沒錯 你知道你的最大的虧損在哪裡 對 所以像星星就是 他跌破140 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向下空間 而且就如同崑珍老師分享的一樣 星星這幾天只要跌破140 馬上就是收音跟下影線 對 今天也是收小幅的下影線 一點點下影線 對 所以像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怎麼買都不吃虧啦 就是說風險已經控制住了 但是只要這個風險解除 或是說一點點的正面消息出來 馬上就發酵了 馬上就發酵了 可能就是兩到三根漲停板起跳 所以目前的盤面就是很標準的一漲難跌 所以這個時間點買股票 是一筆非常划算的買賣 超划算 你大概兩個多禮拜 就賺到一棟豪宅的頭期款 你說這不划算嗎老師 對 超棒的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時間點 算是一個佈局很好的機會 因為說新台幣剛剛指吻 台幣指吻就代表說 它不會再受到外資被動式的調節 那又剛剛好遇到 這個CPI跟聯準會升息 公布的前一週 那前一週買盤一定會比較清淡 這難免 對 但是在這麼清淡的狀況下 反而就是給你 我們的機會 對 給你去買股票的機會 因為我們買股票一定是買在 量縮清淡的狀況 對 不是說好大量爆量出來 我們才去追 這樣就很容易追高 對 就是說很容易去追高 所以總之在接下來的兩週 不論說CPI怎麼樣 或是說升息機嘛 只要說 好 它的數據不佳 就是符合預期 數據好就是優於預期 就是小漲跟大漲的差別 對 重點是 這個時間點很多股票 已經沒有下跌的空間 那既然沒有下跌的空間 就代表說上漲的空間是無窮 對 非常划算 那其實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這幾檔 包含像是台光電啦 GIS這些其實相對都是強勢 對 那在接下來 我們要佈局 應該說在接下來 包含像是3017的齊鴻 對 它其實也是 揭曉不到的震盪 那齊鴻其實也是很標準 就是說 它的位階相對低 對 因為說它本身 因為之前有提過嘛 就是說產業它是有連動的關係 對 網通屬群好 伺服器就會好 伺服器好 伺服器裡面的散熱模組 就會好 對 那齊鴻跟劍車 它是做伺服器散熱的均熱片 是寡占市場 那因為說在上週 新台幣的貶值 那齊鴻跟劍車都被打下來 那打下來 又是新一次的買點 對 所以包含像是齊鴻啦 劍車其實在目前的位階 它都是相對來講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又嗅到那個錢的味道欸老師 對 我覺得說 像這些好股票 其實它的本質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對 那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 它的股價比之前更便宜 不就是一個新的買點 對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時間點 以台股來講 或是說美股也好 它目前是處於一個正在打底 應該從空頭回升到多頭的過程 那就像我們常在講的跌時重值 對 漲時重視 對 那這個時間點 並不是真正的大多頭 所以我們反而是要去重視 一檔股票的值 那個氣勢還沒出來的時候 你要先重視股票的本值 對 所以包含像是新啦 同心電 新興這些都是值很好 下跌空間有限 對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即刻來電去跟我們盡速做聯絡 好 所以呢 趁著這兩天CPI要公佈 下個禮拜呢 美國聯準會要公佈 升息的馬數 那麼昆禎老師說呢 目前的盤序雖然是觀望 但正是我們逢低不值這些 一掌難鐵 好標的的機會 趕快利用我們0800的專線 或者是直接加入昆禎老師 兩大免費平台 現在跟著昆禎老師買股票 真的是一筆非常划算的買賣 趕快跟上我們獲利的腳步囉 謝謝我們的產業專家 摩爾頭顧的鍾昆禎老師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爾證券投顧 鍾昆禎分析師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字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各筆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以上節目由中港新聞網 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進廣告囉 有機金廣米新上市 毫無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契作了一片23年來 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秀菇軟稀上游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勵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多數個股已經在上半年 反映了產業利空 現在是跌無可跌 只剩上漲一條路了 萬聖老師帶大家布局的 同心電啦GIS啦 上週不管什麼價位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這個星期我們還有新黑馬 隨時進場 速播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昆禎老師免費的LINE群組 小老鼠V178 小老鼠WE178 昆禎老師帶你一起發